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 GameplayHK Morleo又為大家帶來Pokemon GO的資訊 今次又來到1月1日的社群日 就是這個3月25日星期日 主角就是第一代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奇異種子 活動舉行的時間就是上午11點到下午2點 今次的奇異種子是有點不同的 在這個活動的時間中 只要你得到奇異化,不論野生竹回來 還是你本身自己有,再進化到最終的形態 你就會得到這招最厲害的必殺技瘋狂植物 我們香港的叫法就是瘋狂機器 官方說明,如果你用這個招式學習器 是沒辦法學到的 瘋狂機器被譽為草屬性最厲害的必殺技 這招瘋狂機器在動畫中 只有每一代的御三家草屬性小精靈才會學到的 例如奇異種子,菊草葉,木手工這些才能學到 這招瘋狂機器在Pokemon GO裡面是一招全新的招式 所以暫時都沒有數據給大家看 都要等活動當日才會知道 另外就是這個活動期間 櫻花就會開放至三個小時 而且捉到任何小精靈 同時都會得到XP3倍 這次每月一度的社群日就說到這裡 喜歡就給個讚和分享給朋友 下次再有Pokemon GO消息都會拍片告訴大家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